港股年跌第三日 資金有跡象流入前期 以作深度調整的公用股避險 當中華潤然氣1193便為其中之一 潤然週三曾走低至21.2元 造出去年11月初以來低位 官符該股昨日逆史下 卻現不足的抗跌力 最後以21.75元報收 升0.3元或1.4% 因集團早前公布的上半年業績符合預期 市場了期下半年盈利增長有所改善 相信對以作調整的股價带來支持 在短期估額以建修廉下 不妨考慮市基部署建倉 業績方面 截至今年6月底子 潤然上半年股東應佔日利35.45億元 按年增長16.41% 每股基本盈利1.56元 中期式派15仙 與去年同期相同 該公司上半年毛利率為18.2% 較去年同期下跌0.2個百分點 主因毛利率較高的接駁收入佔比 由去年同期的11.5%下降至8.8% 集團上半年收入483.7億元 按年升0.56% 然氣總銷量增加6.9% 至198.42億立方米 花旗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 若剔除一次性收益及人民幣貶值的影響 潤然上半年淨利潤按年持平 由於基數效應較低 預期下半年盈利增長將有所改善 該大衡料潤然全年淨利潤增長為8% 因有6.94億元儲置收益 但將2024年至2025年的下調3%至5% 因天然氣銷售增長較低 該行將潤然目標價由33.4元下調至27元 為較現價上有約24%的上升空間 並維持買入評級 就估值而言 潤然預測市盈率9.42倍 市漲率1.28倍 在同業中並不算貴 儀息率近5厘 論股息回報亦屬合理 可後股價跌勢放緩趁低吸納 博反彈目標為50天線的24.52元 為失守20元關則止蝕 使用 防止 防止 感谢观看